港铁6月底减票价1.7% 是設立可加可減機制以來第一次減價 不過八達通乘客8折優惠星期四屆滿 直至明年元旦都只是提供95折優惠 星期四開始八達通乘客實際上 比現在要多比近1.9%的車費 港铁2010年起根據可加可減機制調整票價 一直有加無減只有兩年凍結票價 最新公布的第四季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 按連跌1.5% 加入機制方程式 連同去年12月的通脹數據等計算 港鐵要減票價1.7% 最好的當然是減價 現在每件都這麼貴 減價1.7%幫不了市民 現在交通費用 整體的民生用錢方面佔很重 這樣怎麼會百上加跟市民會辛苦 新票價6月27日起實施 不過港鐵同時宣布 月底間滿的八達通八折票價優惠不再延長 取而代之的只有九五折 而新票價實施之後到完蛋 實際也只是繼續有大約5%的車費扣減 觀塘過海旺堅離地城 目前要付15.2 下個月起可能要付18.1 天后去元朗就要付4元 原先這條路線坐港鐵比坐巴士便宜 就算九八九六八號下個月4日亦都加價 亦都較港鐵便宜 市民每程車是會付多了錢的 這個情況是相當不理想的 因為現時疫情的情況依然很嚴重 失業率和開工不足的情況依然是高企的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都能夠延續有關八折的車費的做法 去到今年的年底 將來就要付九個半 就付多一個半銀錢 付一個十元雞的旅程 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下調過多銀錢 根本就是大毛對小毛根本沒得比的 過往兩個年度 港鐵的票價加幅因為觸動封燈機制 有加幅要延後處理 運輸及房屋局說 今年票價向下調整 原先要在今年處理的累積加幅 即是1.58% 將會順延至明年處理 無線電視記者曾經報報導